我目前為止喔 我的重要的工作就是 扮演好我們這個所謂 符選的工作這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即便掛了一個副主席 這三個字 說真的也就是義工 叫Glorify 這特別好聽的這個一個title 一個所謂的這個我們講說 就是給我一個很好聽的一個名字 但其實我們是義工嘛 我們還是義務職嘛 也不是說黨有付薪水都沒有嘛 沒有付薪水我們還得要掏錢 對還要募款 所以我們扮演好 我們現在這個義務的工作 這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責任 畢竟剛剛這個回答第二個問題 也順便就是這樣 剛剛宇軒其實講了一個重點 你真的要聊 因為我剛剛也大概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說你國民黨裡面 所謂世代的問題 每個地方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 像我剛剛講台中啊 甚至說其他區域 很有可能是非常順利的 很多年輕人會出來 搞不好是變全台灣最年輕的 國民黨候選人通通都在台中 很有可能是這樣子喔 可是每個區域 每個區域是不同的狀況 所以不能 蓋一而論 我們講說Glor來不能這樣子喔 但是你真的要根本的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2024年要執政 真的就是這樣 你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我平常講你民進黨今天如果沒有執政 他鬥得更兇了我告訴你 你看他現在哎 講真的 你現在只有講什麼 什麼國營事業的 什麼董事長 董事長 哎子公司咧 國營事業孫公司咧 裡面塞了多少民進黨的人 這些徒子徒孫 這些徒中 一竿徒中 你要知道民進黨失去了權力之後 這些人去哪裡 沒工作做了你知道 所以他為什麼不擇手段 也要控制自己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政權 其實也是為了要就是 要去養這些徒子徒孫嘛對不對 你看一個桃園 一個桃傑 桃園傑 你們多少多少 幾個副董事長 幾個一堆這種不知道在幹嘛的人 在裡面 每個都拿薪水嘛 那你想想這些人 這些都是這些就是民進黨的徒中嘛 所以你今天要是沒有了這個 國家啊這個體制給民進黨 像吸血果這樣給你吸的話 沒有血 他吸不了血的時候 我跟他互相吸對方 互相咬對方 哎你比較肥 我咬你 就變成這樣子你知道嗎 所以我可以保證你 今天民進黨如果失去掙錢 我他裡面鬥的一點更兇 所以為什麼對他來講 你民進黨選舉是不花 他不在乎花多少錢 錢不是問題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權力 那個他就有錢 他那個權力也就像一個印鈔機一樣 算了回本啊 基本上我有權力 我這個就像印鈔機 啪啪啪 一直贏 一直贏 你要多少給你弄多少 因為我不能失去權力 我一定要失去權力 他告訴你他內部鬥的 比國民黨還更誇張 這就是狀況 所以你真的要為國民黨說解決方法 真的就是你要下一選 你必須要2024年贏了這場選舉 那不只是為了台灣而已 為了兩岸未來的和平 為了我們下一代 你事實上為了我們國民黨 自己內部的狀況 你要解決這些問題 也是必須要慎選才有可能 這個就是剛剛雨萱講的 完全同意啊 對所以好我們最後再總結一下 其實剛剛聊到非常多 其實我覺得有一塊 其實我要幫大家再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剛才沒有機會再講到 盛文哥剛才特別提到說 他跟這個好市長 拼用他做悠遊卡 董事長這件事情 事實上那個時候 做出包括像悠遊卡 以及相關許多的建術 現在大家甚至是悠遊卡 進化到跟iCash合作 或者是說如何如何 變成是一種電子支付一種 大家平民走在日常 不只是搭捷運 甚至是富便利商店 種種都已經很習以為常的事情 可是當初的第一步 因為大家電子支付 在台灣的金融 相用法規非常嚴格 事實上那個時候就是 盛文哥你所做的嘛 我覺得其實這一段 可以幫大家解決 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要先突破法律的這個障礙 那時候國民黨是願意來推動 這樣一個創新的這個立法 可是對不起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裡面 還是有很多人在反對 當然 那你那時候在野黨 民營黨來講呢 一部分人是沒有在在乎這個事情 一部分人是反對的 反對誰反對 告訴你賴清德就在反對 還跟我說創新的 別鬧了鬼扯 還跟我說什麼鼓勵青年人創新 什麼鼓勵年輕人 你別鬧了 當初我們推動的時候 你就是反對的人 你還跟講 那當然我還覺得 不好意思我講到這 我還覺得柯建民還好一點 你柯建民至少你跟他講清楚 你在幹嘛 他覺得還可以來談 你賴清德根本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然後包括銀行公會也在施壓 我在才可能是銀行公會施壓 然後反對 銀行公會也在反對這個事情 然後有些莫名其妙的人 也在反對這些事情 所以你光是要通過這個法案 這是第一個困難 通過這個法案之後 我們要整合什麼 我們要整合不同的所謂的 我們要整合不同的這種 零售業 我們要在六個月之內 整合了21家 21個不同的業態 21個不同的零售產業 包括什麼 包括7-11 四大超商 包括星巴克 包括85度C 包括鼎號 就是說 所有這個體系 我們是一家一家去談 要在六個月內 把這全部整合起來 好整合完畢了 所以不好意思 金管會來了 他要審 我那個真的是我這一輩子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開刀 開完刀 那個釘子都還沒有拔掉 因為他那個 你知道他那個線 他打那個訂書機 啪啪啪在那邊 我連那個釘子都還沒拿掉 我就上陣跑去那 金管會面試 我那時候一邊 一邊上面的人在問話 我一邊在那邊痛 痛到我就做不起來 然後我就滲血你知道嗎 可是沒辦法 我們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只有認啊 我們就是拼到底 你搞我們真的是 拖了三層皮之後 今晚會終於給我們同意 然後限制一大堆 包括我們還是可以做這個事情 現在講都覺得很簡單 那邊根本是很簡單的事情 一大堆新的這種支付工具什麼 可能那個年代 你那時候同時 在一年半的時間 做完這三件事情 是沒有包括沒有好市長 沒有一些立法委員 包括王院長 包括這個朱立倫朱主席 他那時候事實上是在行政院副院 我在開刀前一個禮拜 我跑去找他 我說副院長 我說我拜託你這件事情 我說我下禮拜開刀 他跟我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我癌症 我說你癌症 我說然後我故意那時候裝可憐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開了刀之後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再見到你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說副院長朱副院長 朱立倫副院長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在開刀結果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見到你 我說如果這時候 我最後一次跟你見面說 拜託你會幫個忙 什麼事情那麼嚴重 我就跟他講這個 優優卡的事情 幫了很多很多人 在那時候才有辦法 然後我們立法院 包括包括曾永泉 什麼這些所有立法委員 你的那個朋友 我們那個熊廷 台北市那議員 我就要直接給我 睡在立法院辦公室去幹嘛 只要一人走出來 就把他跑上走過去 就人叮就叮好這些立法院拜託他嘛 就拜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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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對 當初是這樣子 最後你看整個優優卡到現在 就這個大功告成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幕後這些建議是什麼 但是 所以我就講喔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最大的差別啦 今天如果這個是民進黨做的 我跟你講他講30年啊 他到每天他還在發臉書 跟你講說優優卡 不然之後就啊沒有啦沒有啦 不要談啦沒關係啦 這個謙虛低調 所以這就是反差最重要的點在這裡 但是 因為剛才網友反應 我還是要再補問一下 大家還是很好奇 就是說好 盛文哥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 你做到這個副主席 過去在2022選舉的時候 大家也在全台灣看到你的身影 四處去浮選 那我們剛才講到了 從基金會 到整個所謂的國小的籃球戰術 甚至是對於整個黨務 都有許多的建設改革跟想法 但是大家很好奇啊 就是說畢竟其實盛文哥 講白了 你還是輕壯派嘛 大家是把你當輕壯派 謝謝 還年輕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還可以打籃球還可以跳舞 我膝蓋也不太行 我膝蓋也不太行 不能灌籃而已啦 膝蓋也不太行 所以大家還是有期待嘛 至少透露一下說 不管說未來這個當義工 或者說有什麼樣的想法和規劃 至少外界大家對你 還是有高度的期待 我要強調一點 我們從小就是 就老師教過一句話 叫覆巢之下無玩卵 我已經沒念錯吧 你國民黨不贏 我們要講什麼東西 我可以繼續從事 我們公益的這種事業 因為我覺得你要幫助這個社會 你要幫助這個社會上 需要被幫助的人 你有很多的管道 你不見面要從政 當然這可能是小範圍的 你比如說一些小朋友 你比如說一些年輕人 或是一些什麼社會上的弱勢 我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很小的 一個舞台裡面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可是如果你希望幫助更多人的話 那你自然而然必須參與公共事務 透過公共事務 透過國家改變制度的改變 透過很多人我們講說這個 所謂法律的法規的變化 各方面各種各式各樣的這種做法 才有辦法讓更多的人去受益 但是這前提是 我們要有這個執政的權利 我們才有辦法做這麼多好事情 那沒有辦法做這麼多 如果沒有辦法執政的話 那我當然還是可以繼續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願意繼續幫忙 但是我們能幫忙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必須講個實在話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看看 我們明年選舉 大家要不要給我們一碗飯吃吧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現在重返執政講白了啦 才是所有藍軍真的應該要重視的事情 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我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